不要有种族的差别 现在你可以看到 政府机构 银行 马来人的机构 通通都是绿色 看不到有一点红两点红 这种现象 在因政府时代 已经战略出奇了 没有了 他们的种族偏见 实在使人很担心这个国家 不能重用人才 我们要权权女人 就要平放人才 一个国家要强盛 要进步 人才第一 你光要说的话对 他说我们要顶尖的人物 多少的工程不要去 马来西亚怎么样 马来西亚有这种才干的人 没有办法政府给他的机会 给他去外国 自己去找机会 谁的损失 我觉得政府应该彻底牵头 彻底牵头 这个政府 应该要把华人 当作是本邦的公民 把本邦 华人是本邦马来西亚人 好像印尼 现在的国际法 所有加入印尼的 一概 是印尼人 没有分印尼人 华人 没有 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步 那么 我相信 就大家在一间屋檐下 过生活 就会平平安安的过着 人才能够提拔 然后 给他尽量去发挥 这个国家 一定会 一飞从天 华人 不但是会赚钱 华人的头脑 特别灵敏的 有空虚的头脑 你看 几十年前 我们哪里会上太空呢 但是几十年后一开放 我们马上可以飞太空了 我们可以在 两三千公尺的雪山上 造铁路 西藏 青海的铁路 这个是全世界所没有的 政府应该重用 华人的人才 本帮才有幸福 我看话 话太多了 好了 我们的话这次到最后一集 我们谢谢 神宝给我们说的这番话 我想他不愧是 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典范 不单单只能够讲 不单单只二十年前的事情 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还真点实地 太空人也说得非常有道理 我们再给神老一个掌声 感谢他成为我们的典范 感谢他今天跟我们分享他的办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